台湾新冠肺炎疫情从15号爆发以来 尤其在22日 一天激增721例 甚至还出现创新名词校正回归 让过去的7天 台湾确准人数总共2365例 而所谓的校正回归 也就是将某一天暴增的病例往前推算 使得总数不变 但一日暴增的现象却不见了 目前整个台湾本岛疫情严重 我们澎湾想要守住零确诊的话 可能不太容易了 乡亲们一定要有防范的心理准备 从疫情病例多寡的分布县市来看 大致上400万人口的新北市 和大台北市生活圈确诊最多 人口越多生活圈越密集 人际交流越频繁的县市 确诊人数会越多 以前SARS期间 澎湾也是最后沦陷的地方 问题是 澎湾一旦出现第一个确诊案例之后 对乡亲的心理冲击会相当大 想要守住澎湾这块净土 除非无论涉及何处 任何人只要从台湾进来 包括澎湾乡亲去台湾回来 强制隔离14天 就可能有效守住 但这有可能吗 守住澎湾净土需要靠大家自主自爱 一起来防伴所有可能的疫情破口 大家切勿心存侥幸 应提高警觉才是 记者陈淑辉报道